为什么查茨基被认为是疯狂的? 莫斯科,年轻的贵族亚历山大查茨基来到官员法木索夫的家。 不久后,他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孩索菲亚已经爱上了野心家伪君子穆尔查林。 有一个关于查茨基的谣言,人们说他的头脑不正常。 世俗社会很容易相信这一点,因为查茨基的言谈有识体统, 主人公对法木索夫的社会价值观感到厌恶、野心、虚伪、谄媚风营。 查茨基认为是需要造福人民,而不是为了事业和财富而活。 他公开表达了他的观点,这激怒了骗子、奉承者和无知者, 并使他变成了一个被社会阶层所抛弃的人。 查茨基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早公开反对世俗社会的主人公之一。 格里·伯耶多夫作者本人说起他时提到, 在我的喜剧中,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,存在着25个傻瓜。 中文字幕提供